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3月16日访问俄亥俄州 他在那里表示 如果他在今年的选举中失败 那将是对美国的一次重大打击 他还承诺 如果他能够再次入主白宫 他将对所有从美国以外进口的汽车 征收100%的关税 特朗普在俄亥俄州的万达利亚市说 我们将对所有进口的汽车 征收100%的关税 如果我当选 你将无法销售这些汽车 他补充说 如果我没有当选 那将是对这个国家的一次重大打击 俄亥俄州是美国总统选举的关键州 也是美国五大湖区的铁锈带之一 汽车制造业是该地区的主要产业 特朗普当天还与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 伯尼·莫雷诺一起出席了在戴顿市郊外的竞选集会 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支持莫雷诺 莫雷诺将与现任的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进行竞选 布朗最近与来自汽车制造州密歇根州的两名民主党参议员一起 以应对国家安全风险为由 敦促拜登政府提高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 莫雷诺在竞选集会上说 我厌倦了那些说我支持特朗普的政策 但我不喜欢他的共和党人 他是一个好人 他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 CNN的K-File团队指出 莫雷诺过去一直对特朗普持批评态度 他曾经称特朗普是煽动仇恨和恐惧的假共和党人 并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支持特朗普 但现在这些推文已经被删除 去年6月 当特朗普面临多起官司时 莫雷诺改变了态度 开始支持特朗普 并多次参加他的演讲和造势活动 3月12日 美国媒体报道 特朗普在赢得华盛顿州的党内初选后 已经获得至少1215张代表票 成功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他将在今年7月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正式获得提名 此前 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在赢得佐治亚州民主党初选后 已经获得至少1968张代表票 成功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他将在今年8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正式获得提名 这将是自1956年以来 美国总统选举中 首次出现候选人重赛的情况 也是132年来 美国前任总统 首次再度对决 四年前击败他的对手 今年美国大选投票日为11月5日 现年81岁的拜登是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 而77岁的特朗普则面临四起刑事案件 非常惨好 全国长的高谷 最决定的公布 整 truly主党最觉得ahlt